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从今天开始要学习一门新的课程 这门课程的名称叫做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是属于应用心理学专业 或者是心理学专业的必修课 一门必修课是相当重要的 曾经有一个我们国家极其有名的 从事社会心理研究的老教授 吴将林先生当然起始好多年了 他就说过 他说心理学应该是两大分支 一个是生理心理学 一个是社会心理学 如果我们同意他的观点 社会心理学在整个心理学当中 位置相当重要 今天是第一讲 第一讲是按照我们这个教材的是序论 序论部分主要是讲两个大问题 分两节讲 第一节是我们介绍一下社会心理学 到底是什么 也就是介绍他的定义和他的研究对象 第二节课呢要谈一谈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所以第一章西论是第一节啊 达他的定义和研究範围 社会心理学啊 它是刚才讲 它是属于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但是从能力的知识产生过程来看 它也可以看成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 甚至于啊 人类学当中也有很多涉及社会心理方面的内容 当然在我们在特尔广直 很多的人类的知识当中 都涉及到社会当中人的心理啊 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 甚至于包括哲学 文学艺术 经济 政治等等 正因为这样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 一直到今天 关于什么是社会心理学 也就是它的定义 还并没有一个大家都一致的认识 曾经有过一本翻译过来的社会心理学书说过 它说社会心理学的定义是如此之多 以至于有多少本社会心理学的教材 就有多少种定义 这个可能会让同学们觉得一些失望 这是研究是在于它是来研究不同的学科 是一个跨学科性质的一个独立的学科 跨学科性质的独立学科 到了我今天讲的 是立足于从心理学的角度 来解释心理学的定义 传统里我们都认为 社会心理学的诞生啊 是来源于西方 美国和欧洲 那么介绍社会定义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如果看教材 能够看到首先我们介绍了一些 美国的心理学家 还有一些欧洲的社会心理学家 他们怎么定义社会心理学的 那么如果是这个作者是便宜心理学的背景 他们的定义呢 偏向于涉及到个体的社会行为 社会心理研究 把它作为社会心理学的核心 如果是出身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家 他们的定义是偏向于说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 比较宏观的 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当中的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 那么前苏联的社会心理学啊 对于我们中国大陆的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的影响也比较大 然后记得我们南台大学八十年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 恢复社会心理学的时候 我们翻译过几本经典的 前苏联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 前苏联的社会心理学科书 他们对社会心理理解比较偏移 从理论的角度来做一个解释 那么从八十年代初开始 中国的一些社会心理学者 他们也在探讨社会心理学的时候 他们也分别提出过自己的一些观点 因为我们上课的时间有限 那么教材对于这个演变的过程啊 有比较多的分析 我这就不在这里重复讲了 这个我们就综合西方的 前苏联的 以及我们中国学的自己的一些定义 给社会心理学定了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社会心理学是对人的社会心理 和社会行为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 那么解释这个几个概念呢 这里所说的人既包括个体也包括群体 而所谓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 则是指个体或群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对于来自社会规范 群体压力 自我暗示 他的要求等社会影响所做出的内隐的和外显的反应 这个定义比较复杂 不得不做一点解释 那么当然我们讲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人的 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规律的科学 这是没有疑问的 那么研究人的学科 在人类的科学群当中是很多的 我们从晨智兰科学来说 人体的生理学是研究人的 对不对 从社会科学这个方面来讲 社会科学也应该是研究人的 所以我们是研究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 那么人是包括什么呢 既包括个体也包括群体 当然我刚才说了 从心理学而派上出来的社会心理学 它偏重于个体 在近几十年来随着学科的融合 以及研究的深入 社会心理学不限于个体 也研究群体 那么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呢 它并不是一种超脱 产生这种心理和行为人的一种环境而说的这种表现 是指人在社会环境当中的表现 这个社会环境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肯定有社会文化的影响 有人与人之间受对方的影响 这些影响因素是怎么样造就人的现实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 是社会心理学要关注的问题 那么定义还提出了内影和外显的行为 这点我们学普通心理学啊 会接触到这个概念的 我们有很可以通过操作测量的很物理性的外显的行为 我现在是讲话 我现在干什么事情 也有内影的行为 内影是可能是内影的这种心理和行为表现呢 是自己没有觉察到 甚至当时啊 或者叫做没有意识到的 但是它确确实是存在的一种表现 以后我们会慢慢的接触 关于定义的我就说这么多 下面呢 左右要谈谈它的研究范围 那么研究对象呢 当然是互相之间是不可分的 我们之所以谈它是为了学习的方便 为了我们研究和学习的方便呢 可以从研究的对象的角度不同 做不同的区分 这里呢我们通常啊 依据一些通用的教科书上所指出来的 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围呢 包括四个层面 第一是个体心理和个体的行为 第二呢是社会交往的心理和行为 第三呢是群体层面的社会心理表现 第四一块呢是应用社会心理学 这四个方面是互相关联的 这一个简单的图 表明了这种啊 这种关系 那么下面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一个一个的来说 第一呢 第一个研究场面是个体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 这个研究的大的范围当中 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个体的社会化 第二呢是个人在社会当中社会认知的过程 第三是个人的社会态度 社会化呢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社会心理学讲社会化 社会学也讲社会化 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 人从生下来要经历一个有自然人 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 或者讲得通俗一点 刚刚生下来的人 还不能把他叫做一个真正意上的人 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的专家啊 也是我们的派头啊 这个潘淑先生啊 他就说过 他跟我说过 他说 刚刚生下来的人 我们只能把他叫做一团 有生命的血肉 很难说是一个真正的人 刚刚生下来的人呢 能力是很小的 甚至于 他的能力的外在表现 还要低许许多的动物 比如我过去在新疆啊 到墓西去看过这个马山小马 这个小马生下来呢 他在地上搭酒魂 就马上站起来了 是不是 而人就要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 好几个夜以后 所以人的本领都是后天 通过社会化的过程而获得的 大量的是这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我们由一个自然人 转变为社会人的过程 值得我们密切地关注 我们研究心理学 这个是研究社会心理学 它并不是仅仅关注心生儿 我们若是要关注现实的社会上的这些 能够和别人交往的人 他们是怎么样在社会当中表现的 所以我们应该了解一下社会化的过程 我们社会心理学 要关注的有关社会化的方面 首先我们关注社会化的种类 就是一个人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过渡 怎么过渡有那些任务 我们想从新生儿 幼儿 儿童 青年 中年 老年 这是一个人随着年龄生理的变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不断地得到了各种社会角色 社会化的过程呢 就是获得这些社会角色的规范的过程 说穿啊 就是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在社会当中 适应每一种角色的要求 以便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因此从种类来看 当然书上呢它分的比较 相对来讲呢比较粗一点 实际上这个种类是许多的 生下来是个孩子是别人的孩子 我们就有一个社会化的任务 怎么样像一个孩子 是不是这样 当别人的女儿 当别人的儿子 也有要求的 也就是你在爸爸妈妈面前 你应该像个孩子 这也是获得一个角色的过程 所以一生下来啊 父母就会慢慢的啊 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 有意的或者无意的教你啊 你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 儿童齐的社会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过程 那我们以后会接受 很有名的啊 精神根系专家佛罗伊德 他就有这么一个观点 儿童时候的经历 决定着人的一生 那么如果我们 撇开这个年龄的阶段来分析呢 比如我们性别角色社会化 这是一个种类 你生理上是男性或者是女性 长大以后就应该符合男性的社会规范 或者是女性的社会规范 比如说爸爸妈妈经常讲 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这么好动 不像个女孩子 她其实就是在规范你怎么样承担一个 女性的社会角色 性别角色社会化 是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的种类 比如还有 民族社会化 我们当年世界上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 有不同的人种 还有不同的民族 其实每一个民族 他都有他自己的民族认同的 我也专门到我的一个博士生做过民族认同的博士认文 每一个民族 他们都想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的民族特了 所以这一个小孩子在生下来之后 耳边木染 他会接受很多 他这个民族属特定的规范 这点也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现在提倡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线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 我们在民族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除了要传承本民族的规范以外 还应该记住 应该尊重别的民族的规范 比如还有 法律社会化 有法律意识 法律的规定 怎么样融入到你的心里 成为你的行为的准则 这是法律社会化的过程 因为我讲的总率是讲不完的 讲不完 社会化在社会学家来看呢 有名的社会学家 美国的社会学家 乔治米德 他引入了一个概念 叫做角色 借用舞台上演员扮演的不同的角色 来说明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 社会当中不同的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大家都准确地表现自己的角色 那么社会才是核心 从舞台演戏来看 那你扮演这个角 你就应该像这个角 脖子乱套了 如果我们学习社会心理学 常常要联系实际 我们分析目前的社会状况 就在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有些混乱 其中的一个表现 或者其中的表现之一 就是许多人 他不能正确地表现自己的角色 我们有的时候 在批评一个孩子 说这个孩子表现不够好的时候 有些人就会说 这个孩子社会化过程出了问题了 其实不光是孩子 大人也有这个情况 因为社会化的过程 是一个一生的过程 从小到大 从大大老到死 一个人退休了 他要实现一个从工作岗位 向休息的转变 很多人不适应 不适应 我们总是好心好意说 你现在退休了 好好的安度晚年 结果呢 他又不能适应 他觉得他被社会抛弃了 反而生病 这就是 他从岗位退下来 从岗位上这个角色 像 离开工作岗位 这个角色转换的时候 不适应 没有社会不好 还有的人呢 同时承担几个角色 他不能处理好这个角色的关系 因此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给别人带来麻烦 是七年前年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一个案子呢 我看了这个 网上 还谈了这个事 深圳的一个什么官员 好像是一个拿一个局的 一个书记 他到一个饭店去吃饭 吃饭就喝了不少酒 然后呢 他就 弄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指点 他到卫生间去 后来女孩就吓哭了 那具体情况我也不太了解 那总之呢 后来这个家长啊 跟这个 所谓的书记啊 就 吵起来了 那个书记当时就说 他这个觉得自己真人有识 他说我的官呐 比你们市长的地位还高 我当时看了这个消息 我这个人啊 尽管是一个单位的书记 但是他的社会角色定位很差 他在单位里面是书记 可是他在饭馆示范的时候 他是什么啊 啊 他是一个食客而已 他在摆什么斧呢 结果弄得自己很被动啊 受到了处理 所以我们同学呢 也应该就是这一点 我们扮演什么角色的时候 就应该像什么角色 那我们在学校里应该像个大学生 我们在外面应该像个旅行者 我们在家里应该像个父母的孝顺的孩子 我们的同学面前是一个互相互为同学的角色 应该就实时考虑 每一种角色赋予我们什么关系啊 什么要求 那么社会化到底是不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呢 其实不完全是 当然我刚才讲了 有时候我们有一个小孩子变成大人的过程 可能是并不是很自觉的过程 过去伤孩子有的家庭生了很多 说带孩子不就是糊涂糊涂带大的吗 其实不这样的 我们讲要学会做人 学会做人呢就是要有 要有一个自觉的心态 经常去反思去想我该怎么做 那么社会心理学它要研究社会化的 内容当中有一部分就是要研究 影响一个人社会化的因素是什么 当然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文化环境 我们在中国大陆生下来成长 我们就会很很顺当的 接受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化 假如你从小就在西方的社会长大 他接受到西方的社会文化影响 他后来的表现可能跟我们就不一样 前两天我接触一个人呢 他把他的孩子初中的时候就到英国去了 英国很多年语言也很好了 结果回国来之后呢 别人观察他就觉得他有点跟我们不一样 除了这一年上啊 这理解中国上出现了一些缓慢的这种 这个比较慢之外呢 这怎么样节能带务 啊 怎么样跟别人打交道呢 也出了一些问题了 但是他用西方理用他在英国社会化的过程当中 获得的这些经验 来到中国来呢 可能就会有不适应的地方 有人开玩笑的时候说 这些人啊 他们自己认为是自己是外国人 我们看他的外表是一个中国人 可是看他的做派也不像中国人 最后弄得啊 这个造成一种角色的混乱 这是因为引起重视他